字幕提供 小孩子怎麼有這麼多事情 很可憐 風風雨 你的故事真的很傳奇 本身就很劇本 對 大概就 你們家怎麼發生這麼多變化 其實我本來都沒有想像過 自己會遇到這麼多事 就是在30歲之前 我覺得我的人生是很順遂 那30歲那一年就風雨變色 因為其實我哥哥私底下 他們他有在就是有犯法對不對 他有農用公款他在銀行上班 後來被抓去關了 那我媽因為要幫他借錢 所以我媽本來是四次做O型 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結果因為幫他借錢就得了憂鬱症 所以在我30歲那一年呢 我媽就在我結婚兩年的時候 在我離開阿貴那個好工作之後的 一個禮拜後 他就在家裡上吊就自殺了 那那一天之後 然後我整個人生就真的是 開始風雨變色 因為我媽是很注重錢這件事 她覺得她從小很貧窮長大 所以她每次都跟我講說 她知道我不喜歡賺錢 她知道我從小就只喜歡創作 所以她就說你一定要學著去賺錢 她怕我不賺錢會養不過自己 所以她走了之後 當然走了之後有別的故事 就是我哥後來出來了 我爸後來每天開始喝酒 早上一早起床就喝酒喝到晚上 後來我哥就把他帶去大陸 那就因為暴性肝炎 就大概兩年之後他有過世了 那我哥就長期在大陸 我就沒有跟他有什麼聯絡 就我等於就從30幾歲之後 就就是一個人了 我也沒有跟什麼親戚聯繫這樣子 然後後來也離婚了 因為家裡的事情太... 變故太大 對 變故太大 然後我的情緒 再加上我前妻可能也沒有辦法承受這樣子的壓力 然後兩個人就離開了 那剛剛講到說我不適合開公司 其實我之前真的還沒想過自己要開公司 就在我跟Stanley同一間公司那時候 我是被派到北京去了 我被派到北京的時候 我交了一個女朋友 在台灣交了一個女朋友 我就想要做我媽媽希望我做的事 所以我就開了一間公司 然後跟我那個女朋友一起經營 我就等於是 我後來回台灣之後 我一邊在那間公司 我跟他同樣在那間公司上班 另外晚上下了班 我就到我開的那間公司上班 我就兩邊一起拼 那後來 後來就是因為很拼啦 真的很拼 然後那間公司剛好就資錢嘛 就資錢 資錢就拿了一筆錢 我就又把它投進去 就把這個... 我們那時候做銀飾 就把銀飾品牌做起來了 大概做到... 銀飾 後來連鑽石都做了 因為我後來去上那個GIA的認證 大概做到台灣有20個專櫃 香港 上海 北京 日本 德國都有 大概一年... 當然還好一年大概一兩億 營業也沒有到很大 其實你展一個店 你光是那個裝潢跟備貨 其實就好幾百萬了 所以我就每次只要錢有 我就開始展展展一直展一展 對 所以展到最後 然後我那時候也買了房子嘛 然後只是... 後來我跟這個女朋友分手 分了手之後 因為我覺得我沒辦法娶她 所以我跟她就是和平分手 可是我買房子的時候 名字是有她的 你又為什麼沒辦法娶她 你事業也成功會幹嘛 你沒一起開公司 那個時候因為你提過一次婚 所以你對於結婚的對象的要求 你想的就跟一開始不太一樣 比如說她家裡 可能她的親戚也好 她的姐妹也好 我覺得不太對盤 或者是我認為人家對我的態度不是 觀感不是太好的時候 我就會... 就人家什麼話都沒說 但你自己很多劇本就叫來了 又來了 也許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她嫌疑說 我說我們如果不結婚 你會願意出去嗎 就是說你要不要自己再去找一個 因為我知道她很想結婚生小孩 後來她說好啊 那我就說好那就分開好了 是協議好了 但只是 只是後面發生了很多狗必盜兆的事情 因為 因為她在一起太久了 雖然 我認為我沒有對不起她 我沒有讓她吃虧 可是 因為那錢都混在一起了 所以到最後 房子的名字 房子也是她的了 然後股份也被她拿走了 所以我就自身出戶這樣 我就帶著一隻狗 帶著一隻古代牧羊犬 然後我就又跑去 我就自己外面住了一個房子 又打算再創業 但是 但是那個時候其實台灣已經不好 大概就是2012年的時候 我真的人生開始憂鬱 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又開始去募資 就是跟朋友弄一些錢來 但是弄不多了嘛 所以又投了一間網路公司 但是沒起來 後面就開始不好了 就台灣也不好了 然後 我自己的情況也沒有以前那麼好了 然後網路環境變化太快了 百貨什麼都不一樣 所以後來 後來就得了憂鬱症 前面講說你最近把一些版稅賣掉 對 什麼這些 剛好現在就打拚 那現在目前存款是 有一些 但是我又要再創業了 她又要創業了 妳的興趣是創業 沒有其他興趣的嗎 不是不是 沒有 剛剛她的興趣是 把錢花光 把身邊的人都氣走 而且 剛剛我跟竹筠哥還說 你看喔 這兩個都是巨蟹的喔 水星都是獅子 說不得念不得的 對 那就是自尊心很強嘛 還不能讓人家講 就是一受傷 或者是我們已經看到問題 但是這兩個是 你不能說他們 說他們不見得有效 是這樣子喔 真的嗎 你們還不開心 我還OK啊 我也還OK 那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你看吧 等一下 Ash先生 手上線 好不容易打平 還剩一點 他又想投資 他之前已經賠了那麼多 然後我們這邊要問的命理題 是什麼長相的人做生意會 怎麼樣呢 我們想先聽 他要做什麼投資 還是先聽這個 我想先聽什麼投資 好先聽 然後再來算 可以講可以講 但是沒有 因為現在學乖了 我不進貨了 我現在做教育 我現在想要教人家寫 因為我剛剛不是講 我最近賺了一些錢嗎 是因為我賣掉我的IP 給大陸或者香港的公司嘛 所以我們現在也建立了一些關係 也就是說 我如果手上有更多的作品的話 我們可以找到那邊的人 看有沒有人有意願 把他買 買這個小說去當作影視版權 去做販售就對了 就是對 那我會在台灣開始開課 我會教學生寫好的東西 是可以當作 會讓影視公司 會有興趣想要買的IP 對 那就算它沒有賣掉 你也可以從我這邊得到寫作的技巧 畢竟我有過那麼多的經驗 這課多少錢 一兩萬塊 我現在還沒有 我必須要講 你這非常非常好 對 因為你不用花成本啦 你只要找教室就會 不是 找一個教室還是咖啡廳就好了 是因為目前整個 整個亞洲是非常缺故事 就是所謂缺IP的 所以它是看得到未來的 對 我支持你